在迷你世界的村庄中 总流传着一些诡异的传说 最近我无意间在村民的口中 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传说 据说我只要在凌晨三点 创建一个名为WX的地图 并且找到雨林 戴上面具 就能遇到一个会行走的微笑 这会是真的吗 在游戏开始之前 男孩子打一 女孩子打二 打一的 保护打二的 我们先创建一个名为WX的地图 刚进入游戏 我就出生在一座高山之上 接着我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 开始寻找雨林 在路上的时候 顺便干掉了两个野人 获得了两个野人面具 又走了一会儿之后 便找到了雨林 但是我刚一进入雨林 天空就突然黑了下来 不过还好 我刚才来的路上 得到了野人面具 我戴上野人面具 在雨林中安全地度过了一晚上 我趁着白天的时间 做了一个简易的房子 在我放完最后一个方块的时候 天又突然黑了下来 我连忙回到屋子里 但房子周围 却传来了阵阵的脚步声 这个声音 明显是踩在草地上的声音 我透过门缝看向外面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笑脸